吳老師剛看到美債的這一個上限 正在協商 是這個問題 真的是蠻嚴重的 如果協商失敗的話 那他的這個 他說產生的這個影響 真的是難以想像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我們從去年的三月開始 就是全球的那個央行 主要當然是聯準會 那他們為了要對抗嚴重的通膨 所以就開始升息 那升息呢 他對那個金融市場產生的一個最大的影響 就是會使得很多商品的殖利率 他會隨著利率上升 殖利率就要開始往 也是要往上調 那以美國公債來講 他的殖利率上升呢 他是透過債券價格下跌 來讓殖利率上升 那所以說呢 美國他在 他在升息之後 其實公債的價格 他已經是在 是在低檔 就是他跟去年同期來比 他他因為殖利率上升 所以他的價格其實已經下跌了蠻多的 那現在呢 要是如果這次兩檔協商沒有成功的話 那美國他的那個債信的平等一定會被降級 那他的他的債券的價格還會再進一步下降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那個之前啊 像矽谷銀行 他說他之所以會倒閉 其實呢 也是因為他的那個資產 他的資產結構有了一些狀況 他也是有很多債券 當債券價格下跌的時候 但如果他沒有大規模的擠兌 那也不過是一個帳面上的數字 但是呢 他一旦就是有人要跟銀行提錢 那他沒有足夠的現金來支印的時候 他就必須在市場上把他的債券賣出去 那他一賣出去 他的虧損就就就就就實現了 虧損一旦實現之後 他的財報惡化 那嚴重的情況 就像矽谷銀行 在一個禮拜之內 他就倒閉 那同樣的風險 將來也會發生在所有的金融業 如果美國的債券的價格大跌 在市場上 就是那個你沒有辦法 透過你的這些資產來籌措現金的時候 他就會產生非常非常嚴重的流動 流動性的問題 那當然這個這個情況 萬一真的發生 聯準會也是會有些動作 他可能要用更寬鬆的貨幣政策 可能開始要降息 可能開始要就是用QE的這個方式 來挽救市場的流動性 那那當然這個 這個這個情況最好是不要發生 那如果一旦發生的話 我覺得在經濟上 真的是會產生蠻大的問題 而且那個葉倫也有提到啦 就是過去一年來 美國為了對抗通膨 他不斷的升息 他也已經 就是大家已經付出了蠻大的代價 那現在看起來 如果沒有這個政府債務的問題 其實呢美國軟軟著陸的可能性還是非常的高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他目前的這個通膨已經開始在降溫 那雖然核心通膨還是蠻高的 那核心通膨這部分 他當然有可能會讓聯準會再把他的利率維持在高檔 但是呢那個PPI的部分 就剛才我們看到的這個圖 也是很明顯 就是生產者他的成本已經有比較大幅度的在下降 然後呢我們看美國的失業率 他也是已經降到非常低的水準 就是最新的失業率已經到3.4 這是五十幾年來的最低點 就等於是美國他的這個勞動市場 現在是處於充分就業的狀態 所以經濟的表現其實還是不錯 然後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他的PMI指數 也表示 雖然他是在那個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特別是製造業 他已經跌破五十 就是有點萎縮的這個狀態 但是呢服務業在今年以來 他又開始回升 那當然那個這張圖 就是有提到 就是美國兩年起的這個公債的殖利率 跟十年起的公債殖利率 那他會產生一個倒掛的現象 那這個呢 這個其實是代表 當然未來美國經濟還是有衰退的風險 但是即便如此 他現在基本上在經濟的現況 他還是維持強勁 然後呢通膨已經慢慢的降下來 所以聯準會如果沒有再繼續升息 那如果美國的公債的這個問題 沒有爆發 那我想其實美國他應該是有蠻有 應該是有很大的機會 他可以慢慢的軟着陸 好那吳老師我打個參考 就是美國能然是全球主要經濟體當中 表現最強勁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我們錄影的今天這個時間點 離岸人民幣這個時間點報價七點零一塊 就今天正式再度扁破七塊錢整數關卡 好在岸人民幣現在報六點九九八三 也要測試七塊 那今年今天這個時間點是五月份 事實上亞洲幾個主要的國家出口都在衰退 中國在衰退 台灣的出口也在衰退 那主要的原因當然跟歐洲跟美國的終端的市場 是有關聯的是那人民幣今天的這一個帶頭 明顯的貶回七塊錢的整數關卡 你怎麼觀察這樣的貶值效應以及貶值 可能仍然是希望軟化 而且刺激外銷出口 對我想中國現在確實是有那個一些出口上的一些壓力 那那他現在呢其實他在今年他就是有解封嘛 跟去年的這個情況比較不一樣 那今年解封之後 其實他一月份二月份 他的這個經濟的表現都還不是太理想 那三月份呢 他出口開始有些成長 但是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面有些圖 我們可以看到那個中國的PMI 在四月份他突然又又跌跌破 他又跌破五十的轉折點 他在四月份 他有一個明顯的通縮壓力 對那在在物價上面 他當然一直在下跌 不管是PPI還是CPI 都有顯著的下跌 那這個其實是代表中國自己的內需 還是就是他內需刺激的這個效果 好像不是太理想 對 所以說他的這一次的復甦還是相對的比較疲弱 然後他可能一下解封之後 當然多少還是會有些報復性的消費 但是這個力道呢 到四月份之後 他就開始轉弱 所以我們看到四月份 他的一些經濟數據的表現都已經比較不理想 那另外他還有兩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一個當然就是失業率 他的失業率 即使到現在他還是居高不下 那那這張圖 他只有到二月了 那四月份的那個失業率 他是有降下來降到五點二 但是呢 他年輕人的失業率反而是在上升 就四月份年輕人的失業率是超過百分之二十 所以他現在在就業上 他還是面臨很大的挑戰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他的這個出口 當然在三月份有回升 那三月份的回升 很可能是一月份二月份的一些訂單 他因為供應鏈的這個運作 他還沒有辦法完全的恢復 所以呢 他有些單可能就延到三月 所以他未來出口的這個狀況 還要再繼續看 那更嚴重的問題就是他的那個 地方 那個債性的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 他地方的債 佔GDP的比重 其實在這幾年不斷的在攀高 所以呢 這也是他的一個未爆彈 如果這個問題沒有辦法好好處理的話 那我想這個對中國經濟也是一個非常大的危機 好 我們稍後回來